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三名 从上初中就开始收情书了 我呢 吃喝玩乐样样精通 唯独学习一塌糊涂 婴儿肥一直保持到现在 放在人堆里 要多不起眼就有多不起眼 爸妈早早就确认 我们姐俩一个是光宗药祖的 一个是来报恩的 三岁看老 长大后我俩和大家的预言分毫不差 姐姐博士毕业 留在高校任教 姐夫是央企高管 而我呢 二本毕业在一家私企上班 家的老公范文 也是普通的打工人 学历差 颜值差 身份差 让我和姐姐虽然是双胞胎 但却不像别的双胞胎姐妹那样 亲密无间 形影不离 我们打小就各玩各的 长大成家后 交集也不是很多 十天半个月回爸妈家 小聚一次 通常都是姐姐姐夫负负责花钱 我和范文负责干活 范文厨艺极好 也特别喜欢一顿煎炒烹炸后 大家热火朝天的光盘 每次大家吃完后 他就习惯性的刷碟洗碗 把厨房收拾得干净整齐 两个女婿 爸妈更喜欢范文 无她 姐夫当领导当惯了 无论在自己家 还是爸妈家 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聊起天来 也都是些冠冕堂皇的那一套 范文能干又爱说话 有事没事跟我妈一起买菜 陪我爸下棋 以及动不动做点好吃的 骑着电动车就给爸妈送去了 比我这个当女儿的还要贴心 所以爸妈对她的喜欢 年纪越大越装不住了 饭桌上给她夹菜 姐夫孝敬她们的好酒 时不时就偷偷送给范文 知道范文节俭 舍不得穿好的 动不动还逛街 给她买贵一点的衣服 每次送我们离开 爸妈对姐夫说的是 工作那么忙 就别劳往我们这儿跑了 但是一转头呢 跟范文说的却是 娃儿 你哪天再来呢 这样的场景挺尴尬的 可是父母年纪大了 怎么劝都没用 姐姐和姐夫 都是那种自尊心超强的人 我和范文能看到父母的偏心 他们当然也看得出来 所以姐姐姐夫 黯黯叫着劲 且不说每次回家 都花重金 给爸妈买好吃好穿的 每年都会出很多钱 给爸妈抱那种 私人定制的旅游团 让他们走完国内走国外 姐夫负责出钱 姐姐负责在爸妈面前 替他争面子 李赫 也就是姐夫的名字 他说了 趁你们还年轻 走得动 必须让你们 把该看的风景都看了 把该享受的生活 都享受了 后来爸妈年纪大了 非常打出出门旅行 然而呢 姐姐却依然坚持 你们要是扶老 那就真的老了 爸妈说服不了姐姐 就让我出面 做姐姐的思想工作 谁知 我刚跟姐姐提了一嘴 她就反问我 你出不起钱 我出钱让爸妈见世面 你还拦着 不是我说你 就你这格局 这辈子也打不开了 后来旅行这件事 简直成了爸妈的负担 没办法 他们拗不过我姐和姐夫 但两个人出门 确实有些为难 于是 他们再出去时 就要范文陪着 范文公司有年假 我在私企没有 姐姐姐姐夫 更是抽不出时间 有了范文的陪伴 爸妈一路吃得好 玩得好 回来讲得最多的 不是风景 而是范文 把他们照顾得多好 这话 落在姐姐姐夫耳朵里 自然是难受的 有一次 姐夫不在 姐姐当场 跟爸妈发了火 李赫对你们很差吗 钱少花了吗 你们老是把范文挂在嘴边 让他怎么想呢 我爸说 我和你妈 也跟李赫道谢了呀 我姐说 你们别当我和李赫是傻子 你们成天把范文挂在嘴上 一口一个闻 到李赫这儿 就直呼大名 饭桌上 要么给谁也别夹菜 要夹 就给两个女婿都夹 你们可倒好 生怕范文嘴小了 两人轮番给他夹菜 李赫心里 能没想法吗 人家花钱 让你们去旅游 你们偏偏带着范文 说是想让他们照顾你 其实 谁心里不明近似的 你们就是想带着他出去玩 你们偏心的 简直让人心寒 找这么下去 我和李赫的婚姻 都得让你们给搅散架了 面对我姐的怒火 爸妈沉默了 围观的我 也是无言以对 那次以后 每次全家在一起的时候 爸妈都很努力地 小心翼翼 不再给任何人夹菜了 会特意穿上 姐姐姐姐夫 给他们买的衣服 也会拿出 姐夫给他们买的好酒 哪怕我爸并不爱喝酒 也还是要喝上几口 赞美几句 偶尔 他们忍不住 夸了范文的菜 做得可口 立马补充一句 李赫这酒也好 就是给我们喝可惜了 不会品酒 糟蹋好东西 说真的 爸妈这份万分小心 不仅是他们 我们也跟着好累啊 有一个周末 吃完饭后 爸妈让姐姐 拿些没吃完的饭菜回去 姐姐表示 他们家从来不吃剩菜剩饭 然后和姐夫就开车走了 爸妈于是给我们一家三口 装了饭菜 又拿了些水果 并送我们下楼 谁知道 姐姐把手机落在家里 他们走到半道 又折返回来 刚好碰到我们 看到范文手里的东西 姐姐和姐夫那眼神 又生气又鄙夷 姐夫上楼给姐姐拿手机 姐姐跟我说 你能不能别现在就开始啃老 要点脸吧 我妈赶紧解释 今天饭做的多了 我和你爸吃不完 是我们让他拿的 我姐说 饭是范文做的 多了也是他特意的 再说 我们买的水果也不多呀 榴莲总共三块 这不是都给他们带走了吗 我妈说 我和你爸不爱吃 所以就让他们带走了 我姐咄咄逼人的反问 是不爱吃 还是舍不得吃呢 你们就偏心吧 但我再强调一下 我和李赫买这么贵的东西 是孝敬你俩的 没有大事 就是这些小事 令整个家的氛围变得奇怪 压抑 而雪上加霜的是 有一次 爸妈包了三鲜馅的饺子 想着 我们一家三口最喜欢吃饺子 于是 两人包好煮好 瞅着我们快下班了 坐公交车给我们送了过去 谁知道 由于躲一辆 突然窜出来的电动车 公交车一个急刹车 坐在司机后面座位上的我爸 一头撞在了驾驶室的玻璃上 鼻鼓鼓折了 还伴随着轻微的脑震荡 爸爸住院治疗 闻讯赶来的姐姐 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直接质问我 馋饺子 不会自己包吗 你们家饭文 不是就会做饭吗 然后转过头去 对我爸说 你怎么不说 给我和李赫送饺子呢 倒是你上了 还不是要我和他 一起来照顾 我真想不明白 同样是女儿 你们为什么 总是偏向他们两口子呢 我爸非常委屈地说 上次给你们送饺子 你们说不爱吃 都给家里的阿姨拿走了 我姐直接打断我爸 你到底偏不偏心 你心里最清楚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无所谓 可是你对两个女婿也偏心 这让我在李赫面前很难做 你知道吗 那次爸爸住院 姐夫全程没有露面 姐姐的解释是很忙 倒是姐姐 每天来医院看一眼 对照顾左右的范文 各种的加酸带醋 范文不出声 但我忍不住跟姐姐说 范文是老实 但你也别太欺负她 我姐当场翻脸 你打小就没出息 好不容易嫁个男人 就护得不要不要的 就你这个样子 早晚吃亏 我也很愤怒 姐 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还是高校老师 我都不知道 你那么刻薄 是怎么为人师表的 这话 一下子碰到了我姐的软肋 她没重样地训斥了我 和范文五分钟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一次 我姐跟我冷战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的一天 我回爸妈那时 刚好她也在 眼睛红红的 我从妈妈口里得知 她和李赫离婚了 李赫不仅在外面有了小三 而且小三给她生的娃 已经上幼儿园了 最令我们无语的 是我姐将离婚的原因 归结于原生家庭不爱她 所以才形成了她的性格偏执 易怒 天地良心呀 我爸那天几乎是带着哭腔 她打小就各方面都碾压我 所以爸妈也是时时处处都欣赏她 如果手里的钱只够买一件衣服 她们都是先给她的 反而是对我这个不争气的二女儿 批评指责更多一些 物质上也会亏欠一点 我姐听不进去 继续重复自己的认知 你们从小偏心度微 长大后偏心妹夫 我一直都是个不被爱的那个 所以我被李赫抛弃也很正常 连爸妈都不爱的人 怎么敢奢求外人爱我呢 离婚后的姐姐性格越发乖丽 和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水火不容 每次回到爸妈家 横挑鼻子竖挑眼 有一次她回去的时候 我儿子正在写作业 她瞅了一眼 指着几道做错的数学题训斥她 这么简单的题也能做错 真是跟你妈一样的笨 范文听了 急不顺耳 说了一句 姐 你别这么说孩子 她还小 做错几道题 很正常 她要是全会了 那还上学干啥呢 再说了 我媳妇也不笨 我姐听了 冷笑着看着我 你可真是傻人有傻福呀 嫁了个二十四孝的好老公 这是看我离婚了 特意在我面前显摆吧 不等我反驳 她又转头跟范文说 你媳妇还不笨吗 上小学 数学就没及格过 天天被罚站 我跟她一个班 人都被她丢尽了 到了初中 学习不怎么样 早恋一个顶俩 我再也忍无可忍了 脱口而出 我学习再差 也不会三十大几的年纪 还在爸妈面前争宠 也不会自己 把婚姻搞砸了 翻旧账 让父母替你背锅 恕我直言 你那些知识都学废了 离婚怎么了 离婚的人多了去了 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 你活不下去了吗 到处甩锅 有用吗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跟我姐正面冲突 从小到大 我跟爸妈一样 以她为荣 她抢尖 事事说了算 我都觉得 自己没她优秀 要听她的 但是这一次 我突然发现 高学历 并不代表高素质 忍无可忍 我不想再忍了 结果 听了我的话之后 我姐狠狠地瞪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连你都有资格教育我 你听着 我没你这个妹妹 咱俩以后 老死不相往来 说完 她摔门而去了 走了五秒钟 又回来了 对爸妈说 要我 还是要她 你们选 反正 两个女儿 你只能选一个 幼稚吗 很幼稚 完全不像一个 大学教授的 所作所为 可是那天 可是那天以后 我姐拉黑了我和范文 拒绝跟我们碰面 想到离婚 对她的打击很大 我主动去学校找过她 将台上 她谈笑风声 走在校园里 跟同事打招呼 也笑得灿烂 但私底下和我说话时 她如同仇人一般 你特意跑到学校来 恶心我是吧 是想让我当众发飙 出丑吗 是想让我变得 和你一样low吗 说实话 我很难过 姐姐曾经是我的荣耀 她真的满足了我 对一个优秀女性的 所有幻想 我也因此 在成长过程中 愿意做她的小迷妹 愿意看着她活得 光芒四射 但没想到 一乃同胖的我们 会相处成 今天这个样子 她让我难以亲近 不知该怎么包容 重要的是 见我们俩如今 相处成了这个样子 父母特别伤心 他们曾经以为 我们彼此会是对方 最坚强的后盾 是他们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 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该如何跟姐姐相处 我更不知道 自己错在了哪里 所以恳请大家帮忙 为我指一个方向 不管怎样 我始终希望 以姐姐为傲 也希望 她一直保持骄傲 更希望 岁月渐身 父母老去 我们是彼此 最亲最近 可以互相 给予后辈的人 我考虑 旅人 我们是彼此 第一个人 实际上 很重要 优优独播 我 只能 身体 这一天 不是